海洋塑胶垃圾比数多澳洲号召全民碳垃圾大数据 雪梨发起全球公民科学计划 号召学生与志工一起计算并记录海洋中五兆件塑胶垃圾的一部分 澳洲微塑胶评估计划 AUSMAP将训练制工收集全澳洲海岸线的大小塑胶垃圾 该计划主任秘雪尔布鲁维特 Michelle Blewett表示 该计划目标是取得海洋环境中塑胶数量的数据 哪里有塑胶垃圾和其来源 他说 目前估计有五兆件塑胶垃圾在海洋中 但世界只有三兆棵数 海洋塑胶垃圾比录的数目还多 塑胶不止可能缠住动物 还成为动物的食物 例如食物链底端的浮游生物会吃小型塑胶垃圾 澳洲广播公司报道 曾与该计划9至12岁的学生使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收集海岸数据 布鲁维特解释 他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收集大型塑胶垃圾 像是塑胶瓶 塑胶袋 这些数据会输入澳洲海洋垃圾活动的资料库 第二种是收集1至5毫米的小型塑胶垃圾 他们会先收集样方最上面2公分的沙子 再依不同尺寸的筛子过滤 最后剩下的小型塑胶会经过检查 计算与量化 AUSMAP也会建立地方中心 提供相关设备供全民使用 布鲁维特表示 这项计划目的是邀请民众加入 因为民众欲常参与这类活动 就欲可能避免塑胶垃圾流落到海洋 志工发起吸管运动浮潜减了大量吸管 一名喜爱浮潜的志工哈利亚特斯帕克 Hariot Spark表示 他是潜水教练 他常和同事到海边浮潜 他们惊讶发现岸边有大量吸管 于是萌生减塑胶吸管的念头 让大家了解背后影响 斯帕克发起吸管运动 鼓励志工在曼利海湾 Manly Cove 浮潜时一边收集吸管垃圾 他说 我们每个周末收集吸管 然后计算数量 并利用这些数据说服企业改变 使用吸管和塑胶的做法 2017、2018年暑假 他们共减了超过2500只吸管 斯帕克指出 民众可以聚用吸管 但如果企业聚用吸管 就可减少很多吸管 让这些吸管不会出现在垃圾厂 垃圾箱或海洋里 是 海洋里 在这里 真的是 地水 上 并且 山津 一点